大家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一名华裔女学生 一个月前在Airbnb网站上 订好了一间位于大雄湖的度假村 没想到屋主竟然在她人到了当地之后 翻脸不认账 传简讯给女学生不准她入住 这名屋主还说 就算这名女学生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 她也不会把房子租给她 只因为这名女学生是亚洲人 女学生听了惊讶的将之前两个人的对话 截取下来传给屋主 证明当初对方一经答应让她入住 没想到屋主竟然回复她 说她不会允许外国人支配这个国家 还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需要川普 当时天色已晚 大雄湖大雪纷飞 下山的路况已经十分危险 女学生和同学进退不得 在大雪中哭了起来 她说自己三岁就移民美国 在美国已经定区23年 是合法的美国公民 但是这起事件让她感觉 无论她再守法 教育程度再高 都会因为她是亚裔而受到歧视 这名女学生目前就读于洛杉矶加大法学院 事件曝光之后 媒体企图采访这名歧视亚裔的屋主 但是却只得到她一句不予置评的回应 Airbnb得知消息之后 立刻发表声明 表示Airbnb严正反对种族歧视 这名屋主已经被Airbnb从网站上移除 并且永久不准再申请成为会员 川普上台之后 类似这名女学生的遭遇已经不止一件 也因为种族歧视乱象在起 让许多中国游客对美国望而却步 严重冲击美国的旅游业 湾区一向是受到中国游客青睐的地方 中国游客过去也一直都是 湾区外国游客的主要来源 但是在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中国游客在网路上搜寻 湾区旅游景点的比例 大幅锐减四成六 搜寻人数比过去少了将近一半 根据旅游网站Hopper的资料显示 川普上任第一周就签署七国旅游禁令 当天全球各地旅客搜寻 美国旅游景点的人数比例 立刻掉了一成七 去年美国旅游业新盛 为加州创造了一百多万份工作机会 旅游业为加州带来的收入 高达一千两百五十九亿元 其中外国游客就贡献了 255亿元 美国旅游业非常担心 川普不友善的移民政策 将会让美国的旅游业 陷入空前的公关危机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